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月儿大明之前后 家已故与中江临 亲戚朋友与仆役 哭声四起 中江临 哎呀 我们看这个祭颂 看起来了 触目惊心 好像我们人生在世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在这四句祭颂里面都有讲到 就是跟我们所亲所爱的人要爱别离 要强制被分开的时候了 然后呢 我们这样的一个人 就是要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 要被遗忘了 我们感到很害怕 尤其东方人特别觉得在研究这一类的话题 教法的时候特别感到晦气 不想正面去面对 思考 实修 串习 那其实呢 这大可不必 害怕死亡 害怕无常 那是我值强大的结果 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好处 你借此可以判断 你自己是一个我值相当坚固 相当深重之人 起码现阶段 你没有办法生死自在 你想到这个非常不自在 不舒服 生起很多的烦恼 对不对 生病的时候啊 面临死亡的时候了 死了以后了 那自己如何 家人如何 一大堆 这些如果被你想得通 想得透 在那里乱起烦恼 这些就会搞定 那你现在就应该好好想了 问题都搞不定啊 从古到今没有修行 证得实相 自在解脱 看淡生死的人 通通搞不定这些事情啊 所以怎么样 潜意识就是害怕 害怕死亡 害怕无常 由于没有珍惜平日 来勤修佛法 实修戒定慧 所以便得自己对贪嗔痴慢疑 这种烦恼 还有诸欲呢 有相当强大的直取心 就非常的执着 非常的爱自己 我们在佛法讲的爱我直 什么事情都以自己思考为本位 我的家 我的家人 我的车 我的身体 我的房子 我的学业 我的工作 我都是我我我我我 每天不断的一次两次 无数次的串席它 我只相当强大 这些都是我处心积虑 创建 打造经营的成果 我怎么可能 刹那之间 我一弹指失去它呢 所以你想到死亡 相当可怕 我们每次地震在摇的时候 心里都起恐怖心 哎呀 打地震 这一次不知道有多强 你看这次台湾的地震 在两天前 发生了灾情 传出了不幸的消息 有些人他很幸运的 仍然存活在这个世间 但是有没有想 这地震也是非常的无常 它要咬几次 发生几次 也没一个定数的 这种无常什么时候发生 你也不知道啊 发生了大家都平安 那就幸好 发生了有人 不平安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又有什么能帮助你呢 只有佛法能帮你 而这唯一的救赎佛法 是你平常没有千锤百炼的 就是你没有好好修 唯一可以有佛法可以救你 唯一只有佛法可以帮你 不是亲人 不是爱人 帮不了你什么 他就帮你悲伤痛苦而已 对不对 你唯一可以得到救赎佛法 你很生疏 你没有长长的实修 它没有融入你的相续之中 所以导致于你我执深重 这种我执这么重 这么强大 什么时候要来去除它呢 观音山会员专属 聆听慈悲龙德上师 完整长篇佛法开示 扫描QR Code 或点击影片下方连结 登入观音山会员中心 即可观看 立即订阅观音山龙德上师YouTube 就能收到最新龙德上师 闲密佛法开示 及直播课程通知